今天将是再一次的要透过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十九到二十五节 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 里面真的是太丰富的 太丰富了 我今天的时间有限 我希望能够在最后这个 今天应该 今天是最后一堂 我们在环绕这一段的经文来分享的时候 我盼望能够把这个经文给我们的宝贝 都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让大家可以领受 让大家都可以满载而归 帮我跟旁边人说 你今天一定要满载而归 跟旁边人说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一定要满载而归 当然这整段的经文 它的中心点就是 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放弃聚会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你 你星期六的晚上 你在哪里 星期六晚上 你去哪里的时候 你就回答他 这样子回答他说 当然是去聚会啦 当然聚会啦 就是这样啦 当然 而且那个当然 不是那种无可奈何的当然 而是怎么样呢 是一种火热的 是一种热切的 是啊 当然我就是要来到教会 当然我就是要跟上帝见面 当然我就是要跟弟兄姐妹团契在一起 好不好 再一次跟旁边人说 当然聚会 跟旁边人说 当然聚会 经过了四周的不同的方向来谈聚会 今天我们来到第四堂的时候 我们要承接着 在上一个星期我们所领受的 在上一个星期我们领受到 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 聚会到底是什么 聚会就是我们要靠近神 而且这个靠近神呢 是带着一个完备的信心的 是一个相信的 我们很感恩 我们很感恩 当我们带着信心走向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带着信心 靠近上帝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上帝要翻转我们的生命 祂要将我们从阴暗变为光明 祂要将你从忧虑 从重担变为喜乐 祂要让你从负面变为正面 祂要带领你 经历那种正向的那种的经历 就好像在圣经里面的诗篇里面 他们要到圣殿的时候 他们写了许多的诗歌 叫做上行的诗 就是越来越走 越来越高 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喜乐 越来越振奋的 当我们这样的带着信心 来靠近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走向这个正向的 这一个的人生 从这一个时刻开始 就是现在我们要经历 积极喜乐 正面 转化 得胜 正向的一刻 到最后我们经历正向的一天 最后我们的整个人生 都是正向的一生 这个就是上一次 我在我的讲道里面 就在上一周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在星期六或者在星期天的时候 我跟大家来分享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继续 把这个正向一刻 正向一天 正向一生呢 我们要把它了解 我们把它认识清楚 帮我敲敲旁边的人 跟旁边的人讲很重要 很重要 跟旁边的人讲很重要的 醒了 醒了 OK OK 好 正向的一刻 其实我们 落药我们的生命 是正面积极喜乐的 我们在当下的 就是这个时刻 不是等下一刻了 不是等等一下 也不是说 等将来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才把这些东西搬出来用 不是的 就是现在 就是这个时刻 就是在那一刻之间 在那一念之间 在那一刹那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 你是走越走越低 还是你决定你越走越高 你是决定你的人生 将越来越喜乐 还是越来越忧虑 越来越沮丧 你可以决定 你会看到越来越光明 看到越来越多的爱 还是你经历 越来越多的黑暗和冷漠 就是在那当下 在那一刻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一个的选择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在刚过的这个星期 其实就是从上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讲完道的时候 就有一对夫妻 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很兴奋的 每一次我们崇拜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团契 在主里面聊天 我希望大家不要太快离开好吗 大家都留下来多聊几句 多讲几句 不要太快走 我知道你早一点回家 也是回家滑手机罢了 所以说不要紧了 多十分钟 多十五分钟 在这里 我们可以一个聊天 然后呢 我记得在上一个星期 当我分享完 整个崇拜结束过后 当我下去的时候 然后呢 就有一对夫妇 其中做先生的 就跟我做这个分享 他就跟我分享什么呢 他就分享说 是的 我们要有完备的信心 我们真的要有信心 可是呢 就在几天之前 好像大概是三天 还是四天之前 就不好的消息传来 不好的消息传来 那一天 忙完了早上的事情 我还记得吃了午餐 大概准备要接着 接着下来的东西的时候 突然间一个 很不好的消息传来 这对夫妇 他们的宝贝呢 被诊疗所的医生说 非常的危急 要立刻送医院 很有可能 甚至要吃一个 比较复杂 比较困难的情况 就是这一个的宝宝 你知道我在当下的时候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里面很焦虑 很担忧 那个焦虑和担忧 还胜过医生跟我讲 你头脑有一粒瘤 医生跟我讲 我头脑有一粒瘤 我都没有那个 那天这样担忧 我里面很焦虑 我里面很担忧 我立刻发信息 给他们说 我过去为你们祷告 但是我不知道 你们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吗 有的时候你们很压力 很担忧 很重担 很忧虑 但是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好像没有好转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你里面还是很纠结 还是很辛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 帮我跟旁边人说 你要凭着信心祷告 跟旁边人说好吗 所以说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很焦虑 真的很焦虑 比我知道我自己有脑流的 那个还很焦虑 我迫切地祷告 我还是很焦虑 但是真的是感谢赞美上帝 其实在我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从我读完手术到今天 上帝一直用一句话 一直扶持着我 让我有信心 让我可以喜乐 让我可以积极 让我可以正向 就是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大声地读出来 好吗 我们一起来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这是和尔本的翻译 而且我觉得和尔本翻译 翻译得非常好 它说什么呢 它说要义无挂虑 我真的觉得翻译到太好了 因为在这一个经文里面 它的希腊文 Metan的话 Metan这个字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 完全不 绝不 就是完全不要留一点的忧虑 一点的焦虑 一点的重担 一点都不要留在心里面 只要借着信心的祷告 只要借着感谢和祈求 带到上帝面前来 让上帝来成就 祂最美好的事情 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帮我很多 而就在我那一个 波切祷告里面 还是很焦虑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上帝透过这一节经文 再次地提醒我 我深信 也要用这一节经文 再次提醒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就在这个时刻 就在这个当下 一点也不要留任何的焦虑 负面 不喜乐 难过 不要留在你的心里面 让他全部交托给上帝 领受从上帝那里来 最棒最好的事情 一点都不要留下来 完全地领受上帝最好的 当我祷告的时候 这一个 你开始用信心 去回应上帝的话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 我开始感受到平安 我开始感受到信心 我知道上帝一定成就 然后我就发信息 给这对夫妇 跟他们说 这对夫妇跟他们说 上帝必定有美好看顾 你们都要有平安 都要有平安 Amen 结果感谢主 去到医院以后 我们也在交集 然后呢 但是呢 最后整个报告 各方面出来的 原来孩子没事 不知道那个诊疗所的医生 是怎么搞的 还是他诊断错了呢 还是那时候是很严重 但是上帝就在这个过程医治 但无论如何 孩子没事 今天我再次看到 那对夫妇的时候 看他们都很棒 虽然口袋破了一个洞 但是都很棒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上帝好吗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他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其实这世界有两种人 在我们这里 也是有这两种人 第一种人呢 我们叫做黑洞人 黑洞人是什么人呢 黑洞人就是 他生活 都是活到好像没有力量的 因为他的力量 你懂黑洞就是吸 光 这宇宙中其中一个 最强大的力量 都逃不过黑洞 经过黑洞的时候 就被黑洞吸掉 所以说你会觉得 他不快乐 阴沉 没有力量 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久了 也好像没有力量掉 被吸干了 有一种这样的黑洞人存在 那什么样的人是黑洞人呢 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 一个辅导者 吴企团 他就这样子 他就为黑洞人下两个点 你们看一下你们是黑洞人吗 OK 不是穿黑衣的 就是黑洞人 OK 你看我穿的黑 到这样 长老会的牧师的传统 其实都是尽量穿黑衣 可以吗 所以说就黑 OK 其实我也很喜欢黑 因为穿黑比较瘦 OK 但是不是你穿黑 你就是黑洞人 OK 那到底怎样才是黑洞人呢 两个东西 吴企团是这样子讲 第一个东西 黑洞人的第一件事就是 他最喜欢讲这句话的 我做人呢 对事不对人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你很喜欢讲的话 或者你旁边总有一个人 整天做东西 我都是对事不对人的 当然这句话没有错 对不对 大部分我们这里 我们都觉得这句话对啊 我们不要对人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真正的是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人是不同的 事情就会不同 大家同意吗 你对一个人是好的 不一定对另外一个人是好的 阿们吗 当然我们知道 有一些是道德的 有一些是律法的 有一些是绝对的原则和标准 那个不能放弃 但是其实在许许多多的事上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从事情 看见那一个人 从事情去看见那一个人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如果你常常觉得你人生的生活原则 常常觉得你做事就是对事不对人的话 你要很小心 会不会你不小心已经变成一个黑洞人 那还有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 怎么样我们可以发现自己是不是黑洞人呢 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负面的心理啊 都是想成负面的 都是怀疑着自己 怀疑着别人 怀疑着上帝 都是在这儿怀疑的 都是没有信心的 都是焦虑的 都是负面的 这个是黑洞人 有没有人承认自己是黑洞人 不要举手 OK 等一下我们悔改就好了 等一下我们悔改 那我盼望的是我们成为这个黑洞人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种人 我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牧师 这位牧师 大家觉得他怎么样 帅吗 啊 这样小声 觉得他的笑容好吗 我觉得连照片 他的笑容都很不错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 我觉得我连看他的照片 我会觉得很棒 他叫做Jimmy Dora 这一位牧师 他在一个大桥底下建教会 然后他做很多扶贫的工作 这些都是我很羡慕的 一直是我的榜样 我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像这样的牧师 能够一个真正祝福着众人 祝福着社区 祝福着有需要的人的这一个人 我在努力着往这个方面 他是我的榜样 你知道有一次 他有一个经历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经历 这是从另外一个人的见证出来的 有一个记者 就到了他的社区那里呢 就访问一个得高望重的老师 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老师的 不用几手 OK 我知道 OK 那这个记者呢 就来到 就看这个 就访问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已经93岁了 他在那个社区里面 算是很有名望的 他带领那个社区 很多的教育的计划 教育的project 教育的工作做得很好的 所以说这一个年轻的记者呢 就来访问这个老师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老师 得高望重嘛 对不对 然后呢就比较严肃一点 对吗 哇 那个记者 越访问越害怕 那老师好像很严肃 就好像那个老师 在看住他的学生那样 那记者越访问越害怕 哎呀 好像有点访问不下去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Jimmy Moose呢 就走了进来 就带着这阳光般的笑容 跟黑洞人完全不同的 好像一走进来 他的内心似乎充满能量 他身边的人 好像也可以得到能量那样 然后呢 他走进来 然后呢 他看到这一位老师 他就走过去 就跟这个 就对这个老师讲 老师 老师 你太棒了 你太棒了 我好喜欢你 我好喜欢你 然后就抓住 那个老师的肩膀 这样摇 这样子摇 结果那个记者 就做见证说 那个记者 就做见证说 在他面前的 那一个93岁的老师 突然间脏放笑容 之前都是一直很严肃的 但是突然间脏放笑容 仿佛变成九岁的孩子 那个笑容 那个笑容 就好像93岁 变成九岁那样 各位 那Jimmy的秘诀是什么呢 他的秘诀 一点都不复杂 因为他的秘诀 就是这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好吗 我们一起来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对Jimmy来讲 就是那么简单 因为他有神的形象 所以他不会排泄的 他不要排泄 各位来到教会 你不要排泄好吗 可以吗 你不要说 别人怎样看你 没有人要怎样看你 如果有人怎样看你 他看着你的时候 他就是看到神的形象 他就是看到上帝的杰作 上帝的爱在你身上 就是这样 然后他看别人的时候 他也是看到神的形象 他看到那个老师的时候 他说你太棒了 我太喜欢你了 因为你就是神的杰作 你就是神要的那一个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说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第二种人我们叫做发光体 发光体 它不是黑洞 他不是吸掉能量的 他自己充满能量 他也把他的能量 分享给旁边的人 而为什么他是一个发光体呢 因为他有信心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价值 因为他相信别人的价值 当我们在我们每一刻 选择信心 当我们一无挂虑 我们把所有的挂虑都放下来 我们选择正面 选择相信 选择承认接纳 你和我都充满价值 有神赋予的价值的时候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能够正向这一刻 每一刻我们都应该这样的 做这样子的选择 帮我跟旁边人说 每一刻做有信心的选择 跟旁边人说 每一刻都做有信心的选择 就是这一刻了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刻 我不管你讲什么 不要紧 但是我请你做一个有信心的选择 接着下来 当你继续听下去的时候 神的话要得着你 不是我 是神的话要亲自得着你 圣灵要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那从正向一刻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正向的一天 那正向一天 为什么是一天呢 因为对上帝来讲 天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有那么一天 更是重要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 那一天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 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 世世代代的记号 使你们知道 我耶和华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当你在每一刻选择用信心的时候 我知道最后你会来到那一天 那一天是特别的一天 是圣的 是和神相遇的 那一天是称为安息日的一天 是你和神的约 是你和神的记号 是你被分别为圣的那一个的记号 我们每一个人被分别为圣 归属于上帝 就是在那一天 所以说不要忘记 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在告诉我们的是 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放弃聚会 我们必须在那一天 在那圣洁的聚会 在那圣洁的时刻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和神和人 做这样的连接 其实我要告诉你 每一个人 包括你 如果你今天 好好的把圣经打开 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你会发觉 希伯来书写了 这一个整个 这么长 这么美好的 这一段的圣经 是写给一群特定的人 你不用谁特别教你 不用什么博士 什么学者来教你 你自己读 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这一群正在 读着希伯来书的人 他们是经历 他们的聚会的困境 他们经历着 怎样的困境呢 怎样的困境 首先他们是犹太人 然后他身旁的 许许多多的犹太家人 朋友就会跟他讲说 为什么你要背弃 犹太人的文化 为什么你要背弃 旧约时代 从摩西传给我们的信仰 为什么你要背弃 这一些选择去信耶稣 选择跟随耶稣 各位 在这里的 我的弟兄姐妹 我的家人 你们有这个经历吗 有没有人讲 这么你华人要信耶稣 这么你要背弃 你老祖宗给你的 你不笑啊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经历里面 而且你知道更糟糕的 是我们今日没有经历的 当他们选择 当他们选择成为 这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当他们选择跟他周围的 他的家族 他的家人 他的亲戚 他的朋友 全部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面对一个更深的困境 他们面对来自帝国的迫害 因为那时候 如果你是犹太人 在犹太教 虽然犹太人犹太教 也是指敬拜独一的上帝 但是因为犹太人 很会造反 很会作乱 而且他们又很会做生意 很会做各样的事情 所以说当时的罗马帝国 对这些犹太人是容忍的 就是说 好了 给他们 只要他们不要乱 就给他们 不要碰他们 不要去管他们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群人出现 跟犹太教 跟这些犹太人 有一点关联 但是又不一样 他们是被称为 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被称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在周围的人 叫他们做基督徒的 这一群的人 也敬拜独一的上帝 不像当时的 罗马帝国的君王 取悉 他们只敬拜真神 绝不放弃 绝不投降 绝不像偶像跪拜的时候 这一群的人 这个就是罗马政府的目标 这一群的人 胆敢违背 罗马帝国的政策 胆敢不尊敬我们的王帝 所以他们就这样的 被迫害 被杀害 被逼害 被丢在狮子坑里面 被埋在泥土里面 被尼路王做成蜡烛 头发 当成那个蜡烛的心来烧 历史学家说 当尼路王烧基督徒的时候 烧到他的后花园 都好像白天那么亮 可见他一次过烧了多少个人 就在那边烧 所以说各位 当西部来书的作者 蒙圣灵的感动 带着这个启示 来跟这一群的人讲说 不可放弃聚会 不要停止聚会 你明白那个困难和挑战吗 不像我们今天 今天牧师怕我们不来 教会没有奉献 好了好了 随便来 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当他们 发出这个信息 向着这一些收到西部来书的 这一些的信徒 鼓励他们的时候 说你不要放弃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这是很难的 因为当他们终于决定 听从神的话 不要放弃聚会 听从神的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亲近这位上帝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他可能就要失去一切 失去他的生命 失去他的产业 失去他的价值 失去他整个家族的support 失去他整个跟人的连接 很多要失去的 所以说现在 在他们的心里面 那最大的问题 这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可以信任这位神吗 我真的可以相信 这位神教我 而我相信他 去走这一条路吗 我真的可以吗 我真的可以吗 所以说在这节经文里面 最后一节 我还没有跟大家解释的 就是这一节了 来我们一起来好吗 又应该坚持我们 所宣认的盼望 毫不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各位亲爱的主内家人 神的孩子们 你的神是信实的 你可以信任他 你的神是信实的 你可以信任他 帮我跟旁边人说 你的天赋是信实的 跟旁边人说好吗 你的天赋是信实的 天赋是信实的 在启示录里面 有这样子的教导我们 我们要怎样 在那一个 可以信任我们的神呢 他说你要回想 你是怎样领受的 这个其实也是 整个希伯来书的缩影 所以当你打开希伯来书 你在读的时候 希伯来书一直叫他们回想 上帝在叫我们回想 请你回想 你曾经经历的 回想在那远古的时代 上帝怎样 透过那些的先祖 怎样接着亚伯拉罕 摩西 怎样接着大卫 所罗门这一些的人 他们怎么样经历了 一个又一个的神迹 在极度困难的困境里面 他们坚持着信心 以致他们的生命改变 以致他们打败了敌人 以致他们解决了他们的困境 战胜了他们的困难 他叫他们回想 然后不单是回想这些 我们这些上古的信心的英雄 信心的榜样 这些圣经的文物 可是回想你的生命走到今天 神怎样爱你 神怎样彰显神迹 神怎样帮助你 各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我这几个月来感觉比较积极了 比较快乐了 有几个人点头点得很出力 可以看得出 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跟会玩 都聊起 我今天还可以坐在这里看你 我今天还可以跟你再吃饭 可以再吃饭 那天一个老师跟我分享 他的同事的情况很不容易 我就跟他老师讲 其实我动手之前 医生讲 我可能就是变成那样的 躺在那里 背后烂掉 然后要人家喂的 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人 但是我回想 我怎样领受上帝的医治和恩典的时候 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 真的完全就是主的恩典 当我回想的时候 我就开始可以明白 我不单是回想 我曾经经历上帝的救赎拯救 我也想起 我也明白 在未来的日子 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未来的日子 上帝必然信实 上帝必然保守我 他带领我走过了这一个危机 他带领我接着下来去 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因为他是信实的神 在他并没有改变 他是信实的主 过去如何 现在如何 将来也必如何 但是摆在这些西伯来书 这些的读者 他们心中的不只是 他们可以信任神 其实他们也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 那个挣扎是什么呢 请问我可以信任你吗 因为聚会不单是你跟神之间的事 Amen吗 你来到一个聚会的时候 也许上帝很信实 但是怎么办 我旁边的人出卖我 看一下你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会出卖你吗 这里没有必要 没有什么好出卖你 但是你要知道 就像那个时候 可能他来到那里 他是相信着上帝 去到那一个地方 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 他就要敬拜上帝 可能旁边有一个是出卖他的 最后他跑去报官 他跑去泄密 他跑去打小报告 这几个几个人是有来聚会的 是有来聚会的 所以说他面对的困难 在这一些读着西伯来书的人 他在读的 我除了我可以信任上帝 我可以信任你吗 我可以信任我的弟兄和姐妹吗 各位族内的家人们 前不久在中国有流行 一部连续剧 它是改编制小说 叫做三体 放心我没有剧透 如果你想看可以去看 Netflix应该有 然后呢 这个三体呢 在中国歇起算一个热潮 就蛮多人很喜欢的 那当然 这个是一个小说罢了 不过它在里面 很多人喜欢什么呢 因为它在里面 它有一个想法 那个想法叫做 黑暗森林法则 什么叫做黑暗森林法则呢 其实这是一个科幻小说 它就说 其实在这个宇宙里面 有很多个文明已经存在 除了地球 还有另外一个地球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些文明之间呢 它们都是要躲在 都是遵循着黑暗森林法则 什么意思呢 不可以让人看见 因为当你被人发现的时候呢 其他的文明就会来毁灭你 可以吗 其他的文明就会来毁灭你 所以说呢 你发现了别人呢 你也要立刻毁灭他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他的文明会超越你 谁说那时候的宇宙之间 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是一个科幻的小说 在中国很流行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觉得就是这样啊 比谁的拳头大 你要么就躲起来 要么你被人发现 就要用大拳头脸压对方 有些人就把这个当成是 他的生命生活的原则 其实这个是一个科幻啊 科幻的小说 但是其实这一种的心态 在社会学家里面 已经有讨论了 Bob 这一个社会学家 他写了这一本书 这个是三百年前的著作 他其实已经在讨论这件事情 他写的这本书叫做Liverter 这一本书的利维塔 大家里面很多概念 在我看来是不对的 但是他有提到一个东西 他提到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对 他这一个东西他讲什么呢 他说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但是资源是有限的 你的欲望无限 你想要一样 你又想要第二样 你又想要第三样 但是资源有限嘛 所以说到最后是怎样 到最后呢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人与人之间就是怎么样呢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每个人都在最后 就会陷入要争夺那个资源 到一个情况里面 我和你开战 你和我开战 我害你 你害我 我不懂 是不是你感受到的世界 有一些的人是觉得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可是呢 在这一本书里面呢 他却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 对 这个世界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说搞到最后 大家都很 每个人开战 但是直到有一个人 突然发现这件事情 他放下自己的权力 他放下自己好斗的心 他开始选择 信任和相信 他旁边的人的时候 当他们合作的时候 协作的时候呢 两个人在一起 就肯定碾压那些 单打独斗的人 只要有两三个人 组成的联盟 只要两三个人 合在一起 一起合作 愿意放下权力 愿意信任彼此的时候 他就能够打败 他身旁的人 有一位社会学家 Arona O'Neill Arona O'Neill 他说 为什么我们选择 信任人 不是因为我们是小孩子 不是因为我们很孩子气地 以为人很完美 人很好 所以说我信任他 相反的 我信任人 正是因为我知道 人不完美 人不好 人有缺点 人会叫你失望 人会失信 但是我选择信任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信任 是因为我需要 这个是社会学的研究 但是在我们圣经里面 来 我们一起来读 你是谁 尽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 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我们今天可以信任上帝吗 上帝回答我们说 因为他是信实的 我们今天问上帝 我可以信任我旁边的人吗 我可以信任他吗 上帝说 因为我能 因为你需要 因为我能 而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信任 当我们信任神 信任彼此的时候 我们就产生极大的力量 可以突破我们生命的困境 最后 我用David Brooks 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的作家 他讲的这句话 这个不是圣经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读 用 David Brooks说 这个就是发光体 那他我们讲的那个发光体 那个给自己充满人量 给人充满人量的人 他与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他一种存在的风格 他一种道德的理想 就是他会这样子做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选择 我看见你 我信任你 你信任往后圣光教会吗 你信任我吗 你信任旁边的那一个人吗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我盼望我们可以信任彼此 不是因为我很好 我真的不好 太差了 太烂了 但是因为上帝叫我能 当我们进入这正向的一天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的来敬拜 来崇拜上帝 就是这个时刻 我们也一起的怎么样呢 一起的来侍奉 然后最后我们一起的小组 在这三个里面 在这三个里面 这个就组成我们安息日的一天 这个就是我们安息日的一天 各位 最后来到 当我们有正向的一刻 我们有正向的一天以后 我们就进入我们正向的一生 你能够经历这样的生命 因为你的神是信使的 曾经我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分享 我奉献做牧者 然后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你们从外面的人看 看我好像很辛苦 要做牧师又这样又那样 要做传道 哇 很不容易 这样那样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我的担子是轻神的 耶稣基督给我的二 这十字架是容易背的 其实我很开心 很幸福 很清神 很享受 在这整个生活里面 曾经我是这样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开始改变了 我开始越来越低落 越来越消沉 越来越没有力量 服饰本来很甘甜 但是到一个程度 好像不能 我还记得 树敏传道那时候来的时候 我第一次跟他坐下来 好好谈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我其实现在 我的状况是很低落的 我好像burn out这样子 我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我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如果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辞职 我就不做了 因为我觉得 我不能够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来服饰 我已经变成一个黑洞了 我不是发光体的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服饰 我还记得那时候 很谢谢树敏传道 给我很多的鼓励安慰 还有在这个时候 在这一段期间 很多的帮忙 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 自己出了什么状况 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 阿们 所以说最后呢 他让我知道原来我的问题是什么 让我知道原来我经历的什么 原来我需要的是什么 当我完成我的手术 当我从醒过来的时候 我一醒来的时候 我整个不一样 整个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这位上帝是信实的 当我跟他求 当我跟他说 请你帮助我 我要改变 我要重新享受 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我要重新来服饰 重新从黑洞变为发光体的时候 他的信实成就这一切 各位酒内的家人们 容许我再邀请你们每一个人 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不可放弃聚会 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 却要互相劝勉 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应该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